崔铁军一直以来都把郭爵掌当成自己人 看着郭爵掌正义泯然的样子 琪琪也以为他是一个正派人物 结果到了最后 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反派 他的问题很复杂 不仅在比荣宝的案件上通风报信 还怯怜了许多年前的职务经济犯罪 最终他被撤职 双规 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